哈喽大家好,我是皮特 下令所有指责过朝鲜周王妈的人全部处死 整个国家被弄得名不聊声怨气冲天 随后奸臣也就是男主为了巩固权力 提议举办超级女生选秀大赛 冠军能够服侍朝鲜周王 而宫中有个朝鲜周王一不高兴 就去找他喝奶奶的奶妈王后 奶妈王后不甘心全力被男主夺去 找金钟铭记参赛 奸臣父子站着选秀准备弄死反对他们的大臣 不论是大臣老婆还是女儿一律入选 而男主在路上遇见屠夫女主 觉得很像青梅竹马的女伴 伪心女主时被百姓追杀 女主救了她 为了还负债 女主请求男主带她参赛 男主拒绝 万万没想到女主还有门路 假装大臣女儿参赛 男主念女主救她一命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周瑜超级女生海选训练开始 原来韩国练习生的历史 可以追续到这么久远 海选选出肤白貌美 脱衣有肉 水量充足的选手 合格者盖章当选 不合格者盖章落选 为了争全力 男主和奶妈王后 私下开小招 男主不仅调教女主 好的职业技术姿势 还教行奇术化丰富内涵 专攻舌部力量训练 说说说说说 你爱我 我爱你 我就打得我 你神经病啊 奶妈王后调教金钟铭记 选的是高难度体位 练的是大腿力量 正当金钟铭记 刚用大腿夹碎西瓜高兴时 奶妈王后邪魅一笑 拿出一个南瓜 金钟铭记顿时整个人就真空了 不过要我说 这姿势 简直不符合人体力学啊 有没有物理学的老司机 出来解释一下 初赛时 朝鲜周王举办选手见面会 让选手们自选食物并自我介绍 金钟铭记豪仿地选了马鞭 上演一出贵妃最鞭 朝鲜周王给他直接晋级卡 万万没想到 女主选生吃母牛子宫 并赢了一首诗 朝鲜周王顿时被击中内心 想起了妈妈 当时就想给他第一名 被男主拦下 说这样太黑幕了 而通过女主自我介绍 男主认定女主就是他的青梅竹马 给女主特训时 眉眼间全是爱意 不过女主爸爸被朝鲜周王害死 进攻是为父报仇 而且两人间的暧昧 引起了男主爸老奸臣的注意 接着负责中 选手们开始尬舞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不如跳舞 表现到不如跳舞 让自己觉得舒服 是每个人的甜度 中文字幕继继继续 女主正要去杀骤王时 却被老奸臣找的杀手瞄准 男主冲上去按住女主 不让女主复仇 劝上那么多人护驾 只有男主按住女主 也是总想搞出点大新闻 找到杀手时已是尸体一条 第二天朝鲜周王问 现在是要无该咯 男主表示 借此正好对朝中反对势力 赶尽杀绝 万万没想到 这一次朝鲜周王 简直是丧心病狂 要选手亲手杀自己的父亲 或者丈夫 畜生不如啊 随后迎来决赛终极PK 金钟铭记和女主分数并列第一 朝鲜周王让他俩互刚 谁先高潮谁就输 我是没想到这部片 不仅有男女传戏 最后身经百战的金钟铭记 输给了由主角光环的女主 金钟铭记本妖被杀 女主就像他当女主丫鬟 女主终于能够复仇杀朝鲜周王了 关键时刻 却硬要多说几句 谁能在周易能复制的大道里 被奶妈王后的手下抓住 所以说傻逼死于话多 随后朝鲜周王审问奸臣父子 只要男主杀了女主 既往不咎 于是男主为女主假死药 捅死女主 私下叫金钟铭记去救女主 筹获朝鲜周王的信任后 开始抄警女生第二届选秀 而这次男主秘密联手朝鲜周王弟弟 谋划反革命 选手入住皇宫后 男主带朝鲜周王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说可以玩一些刺激的事 万万没想到 男主把朝鲜周王刺伤 锁在一个密室里 放出皮肤光滑 白皙 皮凉高的母猪选手们 让朝鲜周王刺激刺激 再放出暗号 让大王弟弟带兵杀入皇宫 而女主醒后跑进皇宫 继续杀朝鲜周王 但其实是男主假扮大王准备寻死 然而女主却看出男主的眼神 没有杀死他 反而让他余生活在悔恨和骂名中 这时老奸臣赶到 大王弟弟也赶到 并杀了老奸臣 放走女主 随后放了一把火 让男主自生自灭 而找到朝鲜周王后 却发现他已经把所有的母猪都 啪啪啪了 成功获得母猪杀手的成就 妈的 你要有没有考虑过母猪的感受啊 故事的最后 金钟铭记救了奸臣 并一起接头卖艺 一次女主恰巧路过 又是眼神的交流 两人认出彼此 知道对方都还活着 但却不能在一起 故事结束 看完后 我的内心波涛汹涌 只想 哇哇没想到 居然看了一场革命 加一场永远不能在一起的爱情故事 平凶而论 当时穿着情色标签 才看的奸臣 看完后才发现 并没有太多的生理冲动 反而剧情中的情色 都是为了推动剧情 韩国近年来 很多情色片 看起来情色 但实际都凸显人性 阴暗面的 比如前段时间的小姐 所谓实色性也 脱裤子能做的事情 你回家随时都可以做 反而这种情色片 偏偏要你穿上裤子 去思考人性和民族的问题 这才是近年韩国电影 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我们也懂得了一个道理 宣秀什么的 从古至今 都是有黑幕的 好了 本期下车电影就到这里 下周五 再来看Peter 给你吐槽 齐驱电影 喜欢下车电影的小伙伴们 欢迎扫码 关注微博或者微信公众号 有什么有趣的电影 我们一起聊